这个多漏区我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不地栽了 直接盆栽 因为上次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 下面都漏水了 虽然不是我这里导致的 但是我怕他们会怀疑 我这个人最怕热麻烦了 所以我还是决定盆栽 盆栽的话也不就是 单单的把这个花盆摆在这里 我还是想把它弄漂亮一点 这个桃栗我已经清掉了 我打算先在底下铺一层这个核砂 然后再用这个鹅卵石和这个木桩 给它装饰一下 然后把肉放上去应该会非常的漂亮 现在就缺核砂了 我去找点核砂来 我已经弄回来了 现在就把它铺平 铺一层这个沙不仅更好看 而且夏天的话 我还可以往这个里面喷水降温 这样就好了 再把这个木桩和石头搬进去 现在这里放一个木箱 暂时就先这么放再去把这个剁肉 搬过来再调整 这些多肉已经缓了一个多星期了 现在就可以把它们搬出去养了 肉肉全部搬过来了 还别说放在这里还挺好看的 只不过现在它们都还比较的小 能长大了 应该会更漂亮 还差很多的肉肉 还得继续卖 这些多肉上门到现在 没有给它们浇过水 现在就给它们浇透水 这一道水一定要给它浇透 这样就浇透了 想要把这个多肉养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那个叶片颜色非常的鲜艳的话 摆放的地方光照一定要好 但是夏天的话就要给它遮阴 否则它就非常容易黑腐化水 还有摆放的地方通风一定要好 这样的话这个多肉就不容易得病长虫 如果是很闷很潮的那种地方的话 这个多肉它是很容易黑腐 然后长这个芥克虫的 像我的这个地方通风就非常的好 如果是北方养的话 冬天还要把它搬到室内去养 像我们南方地区的话 冬天不会那么冷 在室外是可以过工的 现在这里就非常缺肉了 继续去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